都有了一两年的国内职业联赛的经验有关 另外呢有一些队员比如说像今天停赛的崔鹏 他随山东鲁龙泰山队呢还参加了亚冠联赛 2比1反败为胜击败日本的俱乐部队的比赛 这样的比赛对年轻队员们的心理成长是极为重要的 他们在各种V2的比赛中见过世面经过风雨 所以能够有稳定的发挥 卢林左路一次突破切到新区里边 船这么漂亮 中国队开场刚刚5分钟 8号周海斌接到13号卢林左路的突破底线传中 周海斌包抄到位把球推进了大门 13号卢林来自广州日食拳 突破很成功 全球极为聪明 8号周海斌 来自山东鲁能的队员也曾经入 都会出现了很多人吗? 宝贝